来到我的世界 你就别想离开 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我阎罗王的名字 不是凭空其的 严罗对苏莫白这个小孩 有天生的好感 他被狱警领入求是的时候 严罗正好瞥了一眼 看到了小孩那张清俊干净的脸 一双如小鹿般茫然的眼睛 湿漉漉的 快好看的 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 有人不知死活地 闯入了他的领地 他有洁癖 不喜欢这些脏兮兮的操汉子 靠近他 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敢闯入他领地的人 应该是新人 不知怎的 他就想起了先前看到的 那个小孩 等到他不紧不慢 吃完饭 回头看了一眼 果然是那个小孩 这小孩心挺大的 他都盯了他后脑勺 看了半天了 小孩愣是一点知觉都没有 吃饭吃得比小猪都香 其实他只是想正面再瞅一眼 不过不急 有的是机会 晚上好像有个什么迎新仪式 以前他对此不屑一顾 但这一次他居然怀了两分期待 炎罗坐在球室里静静等着 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太无聊了 所以每隔几分钟都要透过球室那一方小小的铁窗往外瞅 终于那一楼大厅里汇聚了刀疤的人 而那小孩也被人推到了场中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那小孩马上就要被羞辱了 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炎罗突然动了 他走在四楼走廊上 短暂地打断了这以羞辱人为乐趣的仪式 他察觉到那小孩在偷窥他 他的威严不容侵犯 所以他冷冷地一眼扫了过去 短暂的一眼 让他意识到 这小孩或许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弱小 因为此时此刻 他没有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任何惧怕之色 这样的认知 让他恶趣未兴起 难得地插了一句 你们随意 然后他回到球室 暗搓搓地透过小铁窗往外看 可惜什么都没看到 围在铁栏上的囚犯们挡住了他的视线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听到了众人极其亢奋的欢呼声 还有各种起哼声 哼 小孩居然赢了 直到晚上洗澡 严罗都在想 那么干净的一个小孩 究竟是怎样将凶狠的刀疤打倒的 或许是对方轻敌的原因 正想着事情的时候 小孩居然来了 严罗心下吃惊 这小孩真的没听过他严罗王的威名吗 这让他有些不悦 他感觉自己的威严被挑衅了 所以他打算教训一下小孩 严罗没想到 小孩真有两下 居然见招拆招 双腿挂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动作让严罗觉得好笑 刚才那种被冒犯的不悦感 顿时烟消云散了 他忍不住想逗弄一下小孩 于是脱了他的裤子和衣服 还取笑他像个雌娃娃 他喜欢上了这种逗弄小孩的感觉 他也没想着让小孩真给他按背 可没想到小孩按得还挺认真的 听小孩各种拍马屁 严罗忍俊不禁 他想这是唯一一个 当着他严罗王的面 拍马屁拍得这么诚恳的人 他一点不觉讨厌 反而十分受用 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 他觉得小孩有趣 所以就一直待在身边了 本来是觉得监狱生活无趣 小孩又刚好凑了过来 他就顺手为之了 可没想到 他后来越来越喜欢 这个叫苏莫白的小孩 见不得他的小白受一点委屈 所以他揍了计和 他杀了矿场那几个囚犯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他的小白 只是矿场那一次 严罗没想到 小白会为了救他冲出来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感觉 自己就是小白的一切 小白甚至可以为了他去死 这种认知 让他心底 生出了一丝隐秘的窃喜 出狱的时候 他没有回头 他怕看到小白的那双眼睛 那里面的不舍会让他犹豫 之后 严罗用最快的速度 将小白从监狱里捞了出来 再见小白 他心里说不出的柔软 这是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严曼 都给不了他的感觉 当初收养严曼 只是一时兴起 跟小白接触 也是一时兴起 可最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他想 小白对他来说是不同的 他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胜过任何人 不 应该这么说 只有小白走进了他的内心 在这之前 任何人在他的心里 都掀不起半分波澜 他的一干弟兄 或许觉得 他很看重盐曼这个妹妹 他的确待她不薄 还很关心他的学习生活 但这些只是作为 他乖乖陪伴了他多年的包脚 他是他生活无聊之际的调剂 将一个小女孩 培养成一个聪明懂事的妹妹 这个过程不失趣味 接风洗尘是帮里的规矩 以后小白是肯定要入帮的 所以阎罗亲自带他去了 还叫来了自己最得力的几个助手 在这一天晚上 他从小白口中听到了一个震惊的秘密 小白他喜欢男人 有一瞬间 他的脑袋里空白一片 什么都没有 唯有那一句喜欢男人 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四处回荡 荡得他一颗沉寂多年的心 咚咚直跳 直到小白喝醉了 他将人送回去 一路上他那颗心脏 都还在莫名其妙地乱撞 撞得他心烦意乱 这一天晚上 阎罗失眠了 除了年轻时 在刀尖上讨生活的那段岁月 他已经很久没有失眠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烦躁 他思来想去 应该是因为小白 误入了歧途 他试图劝说小白 离开歧途 哪料 这小孩居然告诉他 之前是骗他的 他不喜欢男人 他只是害羞 不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干事 然后 小白果然拿着他的坎 去酒吧嫖了 他在门外 听着里面激烈的动静 松了一口气 可同时 一种让他更加焦躁的感觉 袭了上来 他冲着冷水澡 希望这样可以冲淡心底的 那种焦灼烦躁感 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的脑子里 全是小白和陌生女人 干那种事的画面 这一刻他竟然暴躁的 有些想杀人 小白跟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 他都会觉得是对方玷污了他 他知道他有些不正常了 他不喜欢男女之间的这种事 可他又是绝对理智的 他不会阻止下面的兄弟去嫖 相反他很提倡 因为这样能提高他们的定力 曾经就出现过帮里兄弟 被敌方用女人骗走帮里秘密的事情 他不会再容许这件事发生第二次 可这一切 在轮到小白的时候 他亲手将他推到别的女人身上 转眼间他就后悔了 他舍不得小白 他想将小白放到自己眼皮下 现在他们住在一起 他可以每天看到小白 等小白长大了 他就将严曼嫁给他 他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 他什么都安排好了 这种念头 一直到严曼说喜欢计合的时候 都很坚定 可是 在看到严曼出走 小白那么担心他的那一刻 他又后悔了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小白竟已经这么喜欢严曼了 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在小白心里 他严罗应该是排名第一的 应该是对他最重要的人 他不希望有人代替他的位置 严曼也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